好的 主播可以看到現場火勢已經撲滅 消防進入火場 查看現場情形 這起火警發生在台北萬華西元路二段 凌晨三點二十五分左右 警消緊急出動了二十三車 六十二人 身是緊急疏散了現場七位民眾 在布水縣灌救 不過由於火警當時 眾人還在睡夢中睡了香甜 對於發生火警一無所絕 消防入內搶救時 發現一名年約七十歲的老翁 倒臥屋內已無神秘跡象 其實我們進去的時候 就看見他的起火點是在他的床部位置 但是據鄰居表示 他平時是有抽煙的一個習慣 但是後續還是要有我們的火釣人員 在進一步的調查 而索性在消防抵達前 現場居民已將大門保全系統接觸 讓警消得以在短時間內入內搶救 才沒造成火事延燒 不過屋內仍有一人 是夢中逃生不及 至於詳細起火原因 人帶或是火釣人員調查釐清 以上是為你掌握的最新消息 主播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